高考日来看花花依然是人山人海 花菊这里就没有什么淡季 家餐前爷爷来看温度计 随时关注宝宝们的健康 花花叶子来吃家餐的损损了 花菊刚才在后院和妹妹打滚玩高兴了 脑袋上全是尘土 变成了脏脏雄 幸好有谭爷爷给花菊打理 花花才能保持大白馒头的样子 祝今天高考的哥哥姐姐都能取得好存绩 花菊吃光了面前的笋笋 翻身去妹妹那边找 她翘下来的小脚好可爱啊 花花背上也是巧克力色 今天在后院不知道翻了多少个跟头 花菊成功找到了一根大大的竹笋 开始了迪拜土豪时的包笋方式 姐你这根很好吃的样子 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